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 卢谷湖畔还有保留着母权制的家庭形式 被人们称之为神秘的女儿国 这个女儿国更是引起了中外学者 以及有人最敢神秘最感兴趣的摸说文化现象之一 而这里的摸说人更有难不去女不家的走访一居的制度 在传统的母系社会中女性拥有崇高的地位 家庭中的一切大小事都是由母亲主宰 女子一辈子都生活在母亲的身边 他们所生下来的小孩也是由母系家庭成员一同照顾 而家中的男性则负责抚养自己姐妹的子女 他们是姐妹们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 因此摸说人非常信任自己的舅舅 舅舅在家中拥有很高的地位 就连生父要打骂自己的亲生孩子 也要得到舅舅的同意 在母系社会当中形成了独有的舅权 在优优独播剧场上 在中国的丽江市 卢姑湖畔住着一群摩苏人 卢姑湖风光明媚 是云南省海拔最高的湖泊 青涩的湖面上 摩苏人的珠草船如叶般轻轻划过 穿来缩去 是卢姑湖最著名的风景 这里除了摩苏人 也住了遗族以及普米族 即使来到了21世纪 还是有大部分的摩苏人 依照母权家庭的生活方式 母亲除了掌管一切的生活事物 也决定财产的保管使用 摩苏人家中所有成员 都是母系血缘的亲人 由于家中长辈共同抚养小孩 摩苏人的小孩 在童年的时候 就拥有多个母亲的宠爱 家庭气氛特别的享恨欢乐 也造就了摩苏人的温柔热情 古代的摩苏为游牧民族 被称为放牦牛的人 史书中的记载 称他们为牦牛腔或者是牦牛仪 摩苏人在中国是一个未识别的民族 他们并没有被国家识别为一个民族 而是将居住在云南宁浪等地的摩苏人 归为纳西族 将居住在四川沿原 墓里 沿边等地摩苏人 归为蒙古族 居住在卢沟湖畔一带的摩苏人 他们每一天都划着独特的独木舟 在这人们荡漾在景色秀丽的鲁古湖上 至于搜搜的独木舟有个名字叫朱曹船 摩苏语称为日故 朱曹船是由原木履空 两头烧尖而成 因为犹如朱朝而得其名 是鲁古湖上唯一的交通工具 摩苏人不仅只是用朱曹船来载客人们 主要也用于捕鱼捞虾捞猪草等生产劳作 此外 朱曹船更是让摩苏男女谈情说爱的工具 男女青年两船相遇 以歌为话互诉情义 在大自然的回报中 共度浪漫时刻 阿哥唱完之后 现在轮到阿妹唱了 所以一般像摩苏人都会对歌 ograph Vast talk 我认识了 핑约 ί文 或antic dialogue 最好 阿哥 阿哥 马达 马达 小哥哥 小哥 小哥 Rudyard Chaum Essentially 好 要起一时入海 皇家就会吃霜呗 阿祝 阿祝 玛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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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看到那座山吗 那座山呢 你看它的那个形状 其实有像的一名这个女人呢 就躺在那边 它其实是这个摩梭族的这个女神来的 他们叫做这个隔膜女神山 如果汉语的话呢 就叫做狮子山 那每逢这个英历的7月25号呢 摩梭族啊都会趁着这一天 然后来到这个隔膜女神山 里边因为有一个女神洞 所以呢 这一天也被称为了 这个转山节或者是转水节 然后来到这里 他们最祭祀有关的女神 隔膜女神山 也叫做狮子山 在摩梭族中 隔膜又为狮子 在藏语则代表了女神的意思 传说从前的隔膜湖边 并没有群山围绕 隔膜女神经常和重男神 在夜里飞来湖里吸水洗澡 并在雄鸡抱小时归去 然而隔膜女神在某个夜里 山山来迟 才刚开始吸水 天就开始破晓 天亮了之后 女神无法回去 并困在了鲁孤湖 从此变成了女神山 而一众男神为了守护女神 簇拥在女神的周围 分别变成了哈瓦男神山 则治男神山 阿山男神山等等 由于女神善良 保佑这里的人们丰收平安 生活幸福 因此成了摩苏人 顶礼膜拜的女神山 你们在这个七月二十五吗 对不对 就一个这个转山节 那一般上做些什么的 我们转山节的话 就是那天我们这边 袁富泉统一的摩苏人 会一家去一个 去那边那个大山过去 那边烧香拜佛 跳舞现在唱歌嘛 一般上你们都祈求什么东西呢 我们都是祈求平安 或者家人老人小孩健康什么嘛 然后要带一些什么 有没有说带什么供品要过去 会带一些那个 梨子啊 苹果什么会带下去嘛 哦 还有那个吃的那些东西 会带一些会现点嘛 划船有没有说 也是要去做一些祭司 还是什么的 划现在七月二十五 还是初一十五 会划着船 会围着那个岛绕圈嘛 岛的话周围的话 挂着金帆嘛 也是把好的绕进来 坏的绕出去的意思嘛 哦 又顺着时钟吗 还是怎样 对顺时钟 哦 这种摸杀人呢 就是每一年呢 会来这里进行一些祭拜活动出拜呢 也有许多人呢 都会慕名而来 你可以看得到吗 这些并不是垃圾 而是一些供品来的 那么很多人带一些甜食啦 比如说有糖果啦 饼干啦等等 还有水的 然后来到这里呢 就是会进行一些摩拜的仪式 主要呢 当然就是祈求 就是一些一家平安啊 平平安安啊 风调以顺等等的 摩苏人的原始宗教为大巴教 和纳西族的东巴教 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一样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卢姑湖的礼物比岛上 也能看见藏传佛教的寺庙 这里供奉私家摩尼佛 观音菩萨以及藏传佛教 格鲁派宗师 宗喀巴等 每逢节庆都吸引了许多摩苏人 以及炎湖的群众前来摩拜 摩苏人在13岁的时候 都要经历成年礼 完成了之后呢 成年礼服饰就有所不同了 成年摩苏女子身穿大金衣 下穿白折裙 裙长之怀 用各种彩线绣上花边 她们的头上有以牦牛尾的甲边 搭配一大束彩丝线 完成盘技 配以彩珠串 腰细红花色带 摩苏男子头戴宽边泥毡帽 上穿金边大金衣 洗腰带 下穿宽脚裤 长筒皮靴 裤脚只放在靴筒内 有古代沐浴的一风 来到了碗间的时候 一般上摩苏族呢 会做些什么呢 因为她们居住在这个高原地带 所以碗间呢 是比较冷的 一般上呢 来到这个时候呢 摩苏族的青少男女呢 都会出来 来到一个场所 然后呢 唱歌跳舞的 他们其实有一点像这个 炒地民族的 篝火晚会 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青少男女 定情的最佳时间了 这边边的 灵散 面对我一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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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怕我 切开大火 走婚是摩苏人独特的婚姻方式 摩苏男女在互相了解心意之后 如果情投意合 便会相约进行走婚 男子半夜来到女子的花楼 也就是成年摩苏女子的房间 传统上不得由正门而入 而是必须卡窗进入 男方必须在天亮之前 离开女家 如果是等到天亮之后 或是女方长辈醒来才离开 则为不敬 两人所生下来的小孩 将由女方家庭负责抚养 这是摩苏人 最具代表性的婚属 男性和女性均不结婚 除非是家庭需要女性肌后 或者是男性劳动力才会娶妻 或者是朝序 青年男女呢 热情的都为这个集体活动 透过歌唱 舞蹈 向心善人来表达心意的 走婚习俗并无婚约 男性称女情人为阿夏 女性则称男情人为阿祝 走婚之后 男女双方各自生活 只有夜晚 阿祝才会用独特的暗号 进入阿夏的房门共度春宵 感情是摩苏人走婚的重要因素 一旦感情生变不和 可以随时切断关系 他们的感情自由 没有经济牵连 由于母系社会的关系 小孩本来就由母系家庭抚养 因此呢 即便离异也不会有任何纠纷 一般子女呢 透过家庭邻里的暗示闲谈 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孩子摆满月酒成年礼的时候 父亲家庭的母姐会带礼物来出席 在过年重大节日的时候 子女也会去父亲家中拜年 父亲并不负责管教或者是供养子女 他们只需要管教自己姐妹的子女 和外甥的关系呢 比亲子女亲密 所以摸缩人有着支付不亲父的习俗 那现在你们看得到的就是摸缩人的传统舞蹈 那就是夹错舞了 那主要这个舞蹈呢 就是体现出摸缩人女性的善良以及美德的 那在晚间的时候呢 你都会看到呢 一群的这个男女少年呢 都会聚集在这个场所当中 然后呢 围着半圆圈 手牵着手 然后一边唱一边跳的 一般上呢 都是由一个男性来领队 然后由女性来对撞的 所以每天晚上也都会看到呢 类似这样的一个场合 和大部分的草原民族一样 摸缩人能歌善舞 喜欢用肢体来传达热情 家围流行的是夹错舞 俗称打跳 夹是美好的意思 搓便是跳舞的意思了 而义呢 极为美好的舞蹈 他们的舞步高亢豪放 动作之间流露出一种欢乐的气息 旁人轻易的就能被这种快乐的氛围所感染 右脚全面下 左脚全面下 左脚 右脚 右脚 左脚 左脚 右脚 左脚 左脚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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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这个呢就是魔术族的这个 夹错舞了你可以看到吗 他们都是用这个手指呢 然后夹着紧扣着另外一个人的手指 然后呢就是围圈一边唱歌一边再跳的 然后呢他可能呢就会越跳越快 整个舞蹈的这个关键呢就是呢 双方一定要用手指紧扣对方的 那除此之外来到呢 啊某些的这个节奏的话呢 就必须要这个脚步有不同的这个舞步的 那么其实呢 当中啊 这个魔术族的男女啊 也会在这个唱歌跳舞的当时呢 定型的 那如何传情或者定型呢 其实很简单哦 一般上的男性 如果他看中了某一方的话 他就会将他的手指 在女性的这个手掌心里面 抠三下 而女性如果喜欢的话 他会做些什么呢 他就会在他的这个手掌心的背负 打三下 那意思就是呢 他们就是喜欢对方的 然后他们就会去约会了 魔术人这个古老的族群 至今依然能够维持母系社会 奉行古老的走婚风俗 于当代的价值观来说 或许难以理解 然而魔术人的母权 以及他们崇高的家庭道德观念 却是维系家庭和睦的主要因素 在现今社会离婚率 普遍升高而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 二十一世纪 魔术人的母系传统 反而制造了社会和谐 不亏为东方母系文化家园的 最后一朵红玫瑰 继续在卢姑湖畔边 傲然绽放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